一场突发的人生灾难 让女大学生的命运和爱情 遭受了什么样的改变 她说你女儿是不是有心脏病 我说没有啊 她说没有心脏病 我才是写的 被隐瞒的结婚症 面临灾难 贫穷 疾病的考验 她们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反正我就觉得 我的命运真的很古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一纸婚书 一纸婚书 2015年10月28号中午的时候 江西省南昌市的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被送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 这个病人刚刚23岁 是南昌科技大学大师的女学生林杰 来的时候病情是比较危重的 因为来的时候那种绳子受益中那种身分泌的脏胆 然后这个瞳孔也放大了 然后这个腹虚也不是很好 到医院之后就及时拍了CT 然后当时医生一看就是大量脑胃出血 医生诊断后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并告知需要立即手术 不然女孩的性命就难保 送林杰过来的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 手术需要监护人签字 学校通知林杰的妈妈 可林杰的家远在分一线 到南昌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 林杰的病情急速发展 短短几分钟之内 医院下达了第二次病危通知书 为林杰做手术的准备工作 在紧张的进行 就在这四五分钟的时间 医生再次告知更严峻的消息 手续都准备好了 组织医生也到上了 我们都在手术外等着 然后医生又出来跟我们讲一下 说他有心脏涉解的现象 他说你女儿是不是有心脏病 我说没有 他说没有心脏病 全是血 头都全部是血 心脏都大出血 十分钟之内 医院下达了第三次病危通知书 这可一次比一次紧急 到第三次的时候 医生也很明确的说了 说我不只是告诉你们 这个病人生命危急 时间紧迫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你们必须明白 手术是需要监护人签字的 像林杰这种情况 现在就算做了手术 从手术台上下不来的概率 可非常的高 这个人救还是不救 自签还是不签 你们能不能承担手术的后果 监护人得想清楚 林杰的妈妈还在路上呢 就跟做梦一样 她的女儿一向身体健康 怎么会突然生命垂危呢 突然面临这种局面 林杰的妈妈也拿不定主意 打电话 向还在外地打工的丈夫询问 他说你这个很麻烦 有可能就是你签字了 也会死在手术台上 我老公说 我有一口气 这一口气 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以前不是他们 都是他们两个谈恋爱吗 我知道我认识他们 这个人叫王晓 其实林杰生病的事 最先打电话通知林杰妈妈的 就是王晓 王晓是林杰早在高三时 就交往的男朋友 因为林杰还是学生 加上王晓只是初中毕业 林杰的父母一直反对他们交往 可是当天王晓告诉林杰的妈妈 林杰进医院的时候 林杰的妈妈也顾不了太多 就匆匆忙忙和王晓一起来到了医院 而王晓到医院后的表现 让在场的所有人感觉到了 他对林杰是真的有感情 男孩子很伤心 来了之后 然后一直在那边不讲话 看出来很内向 特别的伤心难过 一直等着他开刀 开刀出来 他看等着他开刀出来 就送到那个重症病房去 这个男孩子就 带来不出来一个晚上 第二天王晓临走时 还塞给林杰妈妈三千块钱 这让林杰妈妈觉得 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我心想话 我说你们谈恋爱 谈恋爱的室友 我说有这么好的男孩子 我说蛮少见的 每隔几天 王晓从分一线又来看林杰 并且还带了两千块钱 再次交给了林杰妈妈 林杰妈妈对王晓越来越有好感 她觉得 以前她和丈夫对王晓那么不认可 王晓能在林杰病的时候这样做 丝毫不计较得失 对女儿的这份心还真是难得 那个时候在重症病房是看不到 一天就是看一次 也只有半个小时 他就我老婆说 我就给我老婆讲 我说叫他去看一下 我想是我当时想过的 我当时想过 我就是说我跟他并肩作战 十天后 你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以前不是他们 他们两个谈恋爱吗 我知道我认识他们 这个人叫王晓 其实林杰生病的事 最先打电话通知林杰妈妈的 就是王晓 王晓是林杰早在高三时就交往的男朋友 因为林杰还是学生 加上王晓只是初中毕业 林杰的父母一直反对他们交往 可是当天王晓告诉林杰的妈妈 林杰进医院的时候 林杰的妈妈也顾不了太多 就匆匆忙忙和王晓一起来到了医院 而王晓到医院后的表现 让在场的所有人感觉到了 他对林杰是真的有感情 男孩子很伤心 来了之后 然后一直在那边不讲话 看出来很内向 特别的伤心难过 第二天王晓临走时 还塞给林杰妈妈三千块钱 这让林杰妈妈觉得 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我心想话 我说你们谈恋爱 谈恋爱的事有 我说有这么好的男孩子 我说蛮少见的 每隔几天 王晓从分一线又来看林杰 并且还带了两千块钱 再次交给了林杰妈妈 林杰妈妈对王晓越来越有好感 她觉得 以前她和丈夫对王晓那么不认可 王晓能在林杰病的时候这样做 丝毫不计较得失 对女儿的这份心还真是难得 那个时候在中间病房是看不到 一天就是看一次 也只有半个小时 他就我老婆说 我就给我老婆讲 我说叫他去看一下 我想是我当时想过了 我当时想过 就是说我跟他并肩作战 十天后 林杰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 可是一直都处于昏迷中 王晓却是隔一个星期来看一次 不来的时候 也天天打好几个电话 询问林杰的病情 林杰昏迷了一个多月 可王晓对林杰的关心 丝毫没有减弱 林杰身边的人都觉得 这真是个不错的男孩子 我觉得作为男朋友来说 做得很不错 因为他我女儿病好了 我放心交给他 他不可能跟他爸爸妈妈一辈子 你这事不行 一场突发的人生灾难 让女大学生的命运和爱情 遭受了什么样的改变 被隐瞒的结婚症 面临灾难 贫穷疾病的考验 他们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一纸昏书 以前林杰的父母 对王晓跟林杰这个恋爱关系 那他不同意 这说的都有点轻了 其实是对这个王晓本人看不上 你看女儿是大学生呢 那个王晓初中毕业 也没文化 也没什么前途 我们女儿嫁给他 那就只能受苦 当然作为家长 有这种思维很正常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的女儿 这两个多月都躺在床上 一个尚未被认可的男朋友 你看人家一直关心着 还出钱 这就叫不离不弃 这才叫爱情 在父母眼里 对女儿好 才是最重要的 王晓 现在在林杰妈妈的眼里 那就是一个值得嫁的男人 只要林杰醒过来 他马上就同意两个孩子的事 两个多月过去了 林杰的父母24小时 守在林杰的身边 每隔两小时 给林杰翻翻身 给他放音乐听 天天期盼着女儿能够苏醒 每天我老公帮他 守我脚我戳了 每天都要戳 我老公就是 除了吃饭的时间 就是24个小时 都是每天的 除了吃饭 只要有一线希望 医药费再高 他们也不愿意放弃 每天这样的 每天这样的 一点起身就没有 医生就说 你还是回去吧 我老公 我们两个不愿意回去 突然有一天 林杰醒了 不得了我 我们俩高兴得不得了我 现在真的是 就是说真的是出奇迹了 林杰虽然醒了 不会说话 四肢也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可是 在林杰父母心里 燃起了希望 只要他能醒 就一定能治好 林杰的妈妈 也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王小 林杰妈妈想着 女儿好了 王小就是自己 未来的女婿 可是正在这时 他接到了 女儿高中同学的 一个电话 让他知道了 一个惊人的秘密 讲了一个多小时 他说阿姨 我说什么事 我这期间满纠结了 我说怎么了 我说你有什么话 你就说 他说 你知不知道我 你女儿结婚了 林杰的同学 在电话里说 林杰结婚了 丈夫是王小 林杰的妈妈 不相信这是真的 女儿结婚了 这么大的事 都不和父母说 可女儿的高中同学说 这事林杰亲口 告诉过一个同学 问他 我说 哎呀 复刻 我说你怎么了 你爸妈同样同意了吗 他说没有啊 然后 嗯 偷拿的复刻本啊 这些的 如果是真的 王小这么多天 为什么一句不提 林杰的妈妈 立刻给王小 打了个电话 我说 你 你跟林杰结婚了 我说 你为什么不讲啊 他说 我说你这个人 我还说 给你 我还跟林杰的爸爸说 你这个人不得了得好 我还就讲 你哪 什么 怎么好 我没想到 你们俩是结婚了 王小答复林杰妈妈说 他没有把和林杰结婚的消息 告诉林杰的父母 是为他们着想 他说 他的女儿不听话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再加上他 他女儿 做这么大的事情 他爸妈心里是 心里更沉重的压力 是吧 我就是怕他父母 承受不起 我跟他这样一讲 从林杰的妈妈 跟王小通过电话开始 这个王小啊 再也没来过医院 林杰的妈妈就 越想越生气 以前作为男朋友 恒良 王小是不错 可是如果作为丈夫 那评价标准就完全不一样了 林杰病了之后 这王小每次除了来看看 没照顾过一下 再想想 在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 人家医院天天催着药账 这老夫妻俩是四处去借钱 王小呢 也就给过几千块钱 学校的老师同学们的捐款 都比他出得多 最让林杰妈妈想不通的是 这王小对结婚的事 怎么一个字也没说呢 在林杰的妈妈看来 这个行为 那就是为了推卸责任 自从知道了王小和林杰结婚的事 林杰妈妈就觉得王小变了一个人 医院不来了 态度也完全不同了 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他结婚了 如果换成 就是说当他知道他结婚了的时候 然后又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要负责的话 然后他们就换一种角度的话 就觉得这个男的其实并没有那么靠谱吧 而林杰的高中同学认为 王小在这个时候隐瞒他们结婚的事实就不正常 所以在告诉林杰妈妈之前 他先去找过王小 王小表示自己没钱 也帮不了什么 不是很负责任的那种人 没有担当 还是这样说 本来他在我心里就是那种 比较不是很成熟的那种 林杰和王小结婚是不是出于感情 王小在结婚的事实被曝光后 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了态度呢 据王小说 他和林杰是在网上认识的 那时候林杰是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林杰并不介意王小的学历和工作 但是双方父母却都不同意 我说林杰他有尾巴他没有尾巴我儿子初中都没有别 什么 我以后他别了他先去他说 两人差距太大 说心里话他心里能理解我 只是有时候说他说我嫁给你真的是你嫁给你这个没本事的男人就这样说 但是他只是说气话 心里我知道他不是这样想的 虽然林杰认准了王小 可是林杰的父母却对王小没什么好感 就觉得他爸爸肯定是看伤我的 这个事情也没办法 也就是说这是我和林杰之间的感情 王小说虽然阻力重重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却非常好 于是在林杰出事前不久 他们决定瞒着双方父母把结婚证领了 按照王小的说法 林杰跟他的感情那是坚不可摧 你看这么大的阻力 两个人还是瞒着双方的父母偷偷领结婚证了 最终人家两个人就把终身大事给办了 可是林杰的母亲却认为 这个王小他没说出实情 当然他知道女儿喜欢王小 可是林杰一向是一个特别乖的孩子 这么大的事 那要不是王小的怂恿 他女儿自己是没有胆量做得出来的 而且你看 眼看着林杰这就要毕业了 要没有特殊的原因 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去领结婚证呢 他觉得这里边一定有别的事 这个结婚证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领的 林杰跟王小之间是一段让人惊喜的故事 还是一场让人意外的事故呢 明天我们继续观察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